美国警察过度执法的事件再一天一宗 威斯康星州一名黑人男子遭警方从背后连开七枪 伤势严重 事件随即引起民众群起抗议 连续两个晚上暴走街头 结果和维安部队爆发激烈冲突 迫使当局下令实施宵禁 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吉诺沙 星期天下午五点左右枪声大作 这名非议男子布莱克当时走向一辆车 警察举枪跟在后面 就在男子打开车门时扣下扳机开了至少七枪 光天化日下再有黑人成为警方枪口下的受害者 民众再也无法按捺愤怒 连续两个晚上走上街头 向警察投掷砖头和汽油弹 并高喊没有公益就没有和平 抗议警方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 根据基诺沙警局发布的声明 事发后警方火速将伤者送任治疗 不过当中并未解释开枪缘由 而威斯康辛州司法部则证实 涉案警员已被停止查办 30号将公布调查结果 同样的只字不提涉案人身份 以及当时警察与布莱克发生了什么摩擦 我们 cannot wait for Republican leadership to show up for work because clearly they intend to keep us waiting that's not going to cut it not for me not for Lieutenant Governor Barnes and certainly certainly not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who are leading this and leading at this time and in this moment that's why today I'm calling for a special session of the legislature to take up the package of legislation we announced earlier this year 今年5月46岁非裔男子伯洛伊德 遭警察跪警致死事件 掀起的反种族歧视抗议还没平息 如今在敏感时期 再传出警方过度执法的事件 势必加剧执法单位和民间的矛盾冲突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